狐狸猫 狐狸猫 狐狸猫這個禮拜都自己準備早餐喔 一開始他的冰箱裡有一條火腿 前天做三明治的時候 用掉了一條的五分之二 昨天做火腿蛋餅的時候 用掉了一條的三分之一 今天他發現火腿快要不夠了 所以去超市買了二分之一條回家 這些用量他都寄在冰箱上的便條紙上 增加的以正數表示 用掉的以負數表示 那麼今天過後冰箱裡面還剩下幾條火腿呢 為了幫狐狸猫計算剩下的火腿 我們需要處理這些分數的加減 所以就讓我們來看看分數的加減法中 有哪些妹妹角角吧 首先第一步要判斷的是 兩個數是否為相同的分母 如果分母相同 那很簡單啦 分母不變分子直接進行加減就好啦 例如說 負的五分之三加上負的五分之四 這兩個數的分母都是五 所以直接把分子做相加 可以寫成五分之負三加負四 分子負三加負四的部分 我們在整數的加法當中已經學過囉 同號數相加的時候 結果會等於它的數字相加 而且性質符號是會一樣的 所以會是負的三加四等於負七 最後的結果就會是五分之負七 再看另一個例子吧 負的十二分之五 減掉負的十二分之一 這兩個數的分母都是十二 所以分子直接做減法 可以寫成十二分之負五 減負一 這邊你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負五減負一 其實就是負五加一啦 所以算式就會變成十二分之負五加一 計算之後會等於十二分之負四 欸等等 稍微觀察一下你會發現 負四和十二有一個公因數叫做四 那不就可以約分嗎 所以啊最後的答案你也可以寫成三分之負一 剛才這兩個例子都是同分母的加減 那如果這兩個數的分母不一樣呢 欸你可能已經想到了 就是要通分 你還記得怎麼通分嗎 趕快來去下面這一題回想一下吧 答案是C 沒錯當兩數分母不同的時候 需要把分母通分為最小公倍數 而三和五的最小公倍數就是十五 接著我們把三分之一變為十五分之五 五分之一則變為十五分之三 接下來就可以直接對分子做計算 答案十五分之二就出來了 那我們來練習下面這個特別的題目吧 十二分之一減掉五分之二 一開始看到你還以為會是一個簡單的分數減法 但仔細想想之後你就會發現裡面暗藏玄機喔 因為其實五分之二會比十二分之一還要大 當一個數減掉一個比自己大的數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算式寫成 負的括號五分之二減掉十二分之一 而兩個不同分母的分數相減需要先做通分 那現在你知道該怎麼做了嗎 答案是C 兩分母的最小公倍數是六十 那五分之二的分子和分母同時乘以十二 會變成六十分之二十四 同樣的道理十二分之一可以寫成六十分之五 所以這個式子就會變成負的六十分之二十四 減掉六十分之五 最後你應該可以算出答案是六十分之負十九囉 再努力一下我們已經到最後一題了 這次我們來看看代分數的情況 一又四分之三加上負二又五分之一 遇到代分數做運算的時候其實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先把代分數都寫成假分數的形式再做運算 另一種呢則是將代分數的整數部分和分數部分分開來計算 我們先來看看這種換成假分數的方法 依照先前的例子我們可以先處理運算符號的部分 於是這個式子就可以寫成負的括號二又五分之一 減掉一又四分之三 接著把數字都換成假分數 可以寫成負的括號五分之十一減掉四分之七 那因為這兩個數的分母不同 所以我們還需要經過通分之後才能計算 那我們把分母通分成二十 會變成負的括號二十分之四十四減掉二十分之三十五 就能算出答案是負的二十分之九 第二種方式是把整數部分和分數部分分開來計算的方式 首先一又四分之三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一加上四分之三 那負的二又五分之一可以寫成負二加上負的五分之一 這裡請你特別注意喔它的分數部分也是負的喔 請不要漏掉了 接著我們把整數和整數放在一起 分數和分數放在一起 會變成一加上負二 再加上分數部分四分之三 加上負的五分之一 整數部分我們直接計算得到答案是負一 分數部分我們一樣要把兩個分數通分成分母一樣的分數 會變成二十分之十五 加上負的二十分之四 那我們都知道加上一個負數 也可以把它想成是減掉那個負數的相反數 所以它會等於二十分之十五 減掉二十分之四 答案是二十分之十一 有了整數部分結果和分數部分的結果 再來把它們合併就成啦 答案是負一加上二十分之十一 這時候根據一號數相加的性質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負的括號一 減掉二十分之十一 答案就是負的二十分之九 太好啦 終於學會怎麼計算分數的加減囉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趕快來幫狐狸貓計算一下 它的冰箱裡到底剩下多少條火腿吧 記得把你的答案留在下方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